第一题请出题 底下哪个不是面膜 I 钢铁侠 B 前男友 C 鸡饲料 D 消防栓 不是 什么这都不是吧 我们都不知道了 呃 来 来 来 我演一下刚才读件 我根本不怕气球 怕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 来 正确答案是 什么 郭婷飞 你是不是没有 万万没有想到 前男友是一种面膜 其实我刚才选前男友 完全是凭着这个逻辑的判断 因为没有女孩 会把前男友呼在脸上 那现任的男友 看完以后也多生气啊 前男友就是 他是那个牌子就说 你用完之后效果特别好 然后去见前男友 前男友说后悔 为什么要分手 就这个意思 那有人用鸡饲料敷脸的吗 没有 好脏哦 不是 鸡饲料是比喻面膜质地很像 质地很像鸡饲料 那钢铁侠呢 它是那个像 就是锡纸 外面有一层锡纸 然后就特别像钢铁侠 第二题 来 请看 以下哪个合适女生使用的护肤品 I 小棕屏 B 小黑屏 C 小奶屏 D 小红屏 这好选 这好选 这太简单了 简单了啦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小奶屏 好 这个的两个都算答对了 好 下一题 请看 以下哪个是护肤品的别称 I 小灯泡 B 小水杯 C 小馒头 D 小橡皮 可以 可以呀 过进分 所以我要说 有的时候年纪大的人 除了经验以外 还最重要的是她的阅历 小灯泡 这个名字一听就会起 它是护肤品 这是护肤品的别称 你跟品牌道歉 人家卖得很好 你说人会